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跟大家来探讨的是 华元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上一个单元 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吴上圣长者 他对善财童子的开示 善财童子他因为请教吴上圣长者 就是他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行 云和杀道 所以吴上圣长者 实际上他是一位对于世间法 尤其是有关于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人际关系 非常有特长的一位长者 所以他在为很多的商人还有很多的这些世间的在家居士 他们的生意上面还有他们有这些世间法上面的问题 都来请教吴上圣长者 那吴上圣长者 都会为他们一一的调解 那主要的呢 就是从世间法里面的调解 还要导回来佛法 所以从吴上圣长者 他对于世间的这一些商人 他们也算是有专业的 有一技之长的 所以这些的请教吴上圣长者的这一些人 应该如果我们说 以古代的印度来说呢 他们也是重要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中产阶级 那以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呢 商人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呢 经济是最有影响的人 所以呢 可以说他们在社会都是重要的人士 那吴上圣长者呢 对他们呢 可以调解他们的问题呢 也可以说吴上圣长者本身呢 在世间法上面呢 是非常通达无碍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前在上一个单元呢 我们有介绍到 那尤其是吴上圣长者呢 他又告诉善才童子的 就是说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呢 就是至一切处的菩萨行门 所以呢 他主要的是他所教化的众生呢 是可以骗至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叫至一切处 然后以菩萨行门呢 他主要能够教化欲戒 那么不同的众生啊 然后让他们呢 能够舍弃贪嗔痴这一些恶法 然后引导他们行善法 所以由欲戒的众生 然后呢 也到色戒跟无色戒的 这些天戒的天人 也为他们说超圣法 那么也为他们呢 说能够正到四圣的 圆觉 身闻菩萨跟佛法 所以呢 无上圣长者呢 可以说是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 然后呢 能够非世间非出世间 这等于是导向 能够成就圣贤 还有佛菩萨这样子的教导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 无上圣长者呢 是内容已经介绍了 在经典里面 有关无上圣长者跟 善才童子教导他所正道的 这个至于现处菩萨行门 已经都已经讲过了 那只是说我们因为后面的部分 还有的呢 就是有关无上圣长者呢 他还总结跟善才童子提到 就是说他所修的呢 就是这个至一切处修菩萨行法门 那如果呢 还要了解其他的菩萨的这一些的 成就 这一些的菩萨法 那就不是他可以 告诉善才童子的 那我们 就是只剩下后面这个部分 那只是说 我们因为上一次把这个内容讲完以后呢 那我们这一次呢 也借这个机会啊 就来体会一下 无上圣长者 他对于我们现代的人的一种 启发性 那当然无上圣长者 他的这种高超的 大菩萨的这种境界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多体会 那我们呢 就是说从我们在世间法这样子的一种 引导上面呢 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无上圣长者 如果以世间法上面来说呢 他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一种管理人才 然后在世间法上面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 要真正可以说是一个大的 有成就的商人 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影响力的 因为他本身呢 应该是对于这种管理人际关系 非常的擅长 那在这个世间法上面呢 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觉得如果以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成功的商人 或是这些的企业家 那他们有大的财团 那大部分呢也是需要有这种经理 就是经营管理的这种能力啊 那他们呢能够制造社会的这种财富 那当然对社会有影响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以无上圣长者这样对照来说呢 就不只是只有这个世间法上面 就是说他在世间法上面的成就呢 他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受得到的 可是呢就是说能够要成就无上圣长者这样子的特殊性呢 是他在世间法上面提升的这个菩萨型这个部分 他就不是只有为了这个世间的财 或是只有世间的成就而已 他是最后是要来对整个所有人 乃至说一切的众生这样的一个关怀 所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善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的大企业家 全部都是以这种利益众生 以利益人这样的考量的话 那他就有趋向无上圣长者这样子的一种提升了 他就借着他的成就的这种企业啊 那么专业那可以来行菩萨道 那他可以把一个公司管理好 然后他所做的这一些的产品都是能够是对社会是有利的 然后他管理的人呢都能够相处得很好 我记得之前呢也有居士啊 他本来没有学佛啊 那他也是一个公司行号的这个可以说是他是主管吧 是应该也算是经理这样子的一个地位的人 那他就说他学佛了以后呢 那他在公司里面呢他就能够体谅到他的职员的这种的这种问题 那可以用引导的然后他自己本身也能够做职关怀这个职员 那反而呢他学佛了以后呢他就不用说每一天都要到公司里面好像盯着工 那个那个好像监督监工一样 他就是用感化的然后让这些职员的对公司就有一种向心力 然后他们主动呢就是会关怀公司的事情 那好像把一个公司这样子呢当作是大家来成就一件好事情这样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经营方式啊 我觉得他就有一种引导人心的作用了 那另外我们实际上之前啊 我们也看到那美国有几位也很有成就的一些企业家啊 尤其那个Bill Gates那个微软的那个他的创办人啊 那还有其他几位啊 他们好像在他的这种好像公司啊到很有成就的时候 他可以好像急流勇退这样 就不会说他只是要为了要在这个世间赚钱这样 然后他们退了以后呢他就去参与这种世间的这种慈善事业 那就把他的这个财产呢他就是捐了一大瓶呢 就是做这种关怀的这种世间的这些慈善团那种机构这样 那他们所表达的这种精神呢他们也能够有一种博爱的精神 他们说应该去回馈这个世间 那乃至他们想着说他的钱呢不是要留给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应该自己要去创造他自己的事业要去努力 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观念呢就可以把他自己的财富呢来就是造福更多的人群 这样子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就有看到无上圣长者的这样的影子 是这样 所以因为在无上圣长者的这个教化里面 我是觉得我们好像在我们这个世间可以沟通的 应该也是让人家会蛮仰慕的 因为他是一个世间法上面可以调背这种人际关系啊 那种管理的长才啊 那么如果在世间法上面呢 他是一定是一个大老板 那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观念呢 能够把我们所特长的这一些的这种能力啊 我们在世间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善用 所以《华严经》里面呢 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善才童子》五十三餐啊 那《华严经》里面像《进行品》啊 全部都是在讲的说 若见什么那么当愿众生 都能够导向善法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善用其心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华严经》里面的重点 所以从《无上圣长者》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世间的这样沟通呢 就是说我们在世间法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能力长才 利益众生 那我们呢可以再把我们的心呢导向善法 那么这样子呢也就是在世间的菩萨行 是这样 我们想用这样来做体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华严经里面的大三之士 大菩萨行的境界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城市呢 可以做沟通呢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说 那我们学佛呢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学 那这一点呢是特别是对在家人 所以有的在家菩萨呢都会关心说 那我是不是要出家啊才能够修行啊 那这个问题啊 当然如果大家姻缘都成就啊 姻缘都能够顺利啊 那出家当然是很好 因为出家就是我们完全奉献嘛 我们身心完全奉献 那就是外表给人家看出来就是知道说 这个人就是修行人 这个人呢 我看到他呢 他就是代表佛教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标志出家人 身保 可是呢 因为佛法里面也并不是只有身保一个重啊 我们说基本的还有四重嘛 比丘 比丘尼 优伯仪啊 或乃至还有七重 那就表示说 佛教释迦摩尼佛的时候呢 就已经接受四重了 也没有说鼓励大家全部来出家 因为每一个人姻缘不一样 那能够出家就是完全真正 就是要全部都是修行 那如果还保留是在家的 那就表示说 那他还在世间法上面 他还有未了的责任 还有义务 所以他可能就是以在家的身份 还没有完全出家 可是在家还是可以修行啊 不管是在家出家 学佛基本上就是要修行 那只是说在家人因为时间 还要花一些在工作上面 有的有子女的有家庭的 还要校养父母啊 还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啊 这一些 那只是说在这个世间法上面呢 自己本身呢就要调配一下 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这种时间啊 精神啊 也要关照自己的生命 就是这样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心啊 不要对这些世间法的事情太执着太挂爱 那这个就是修行啊 我们做事情还是要做 出家人也要做事啊 我们师父上脚下云法治他常常说啊 他说如果不出家还可以 一出家啊 披上袈裟啊 是更多啦 没有出家你就管一家的事情啊 出了家呢 如果人家跟我们有缘 谁都要问我们事情啊 出家人也要 也要管管人家家里的事情 哎呀师父啊 我们这小孩子怎么样 之前还有还有一个这个妈妈吧 那上次他就问说 啊师父啊说我的儿子好像是好动的 这个好动儿那怎么办呢 还有念哪一尊佛菩萨比较好啊 我被他问了我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打 后来我突然有一个灵感 我说那春天不动如来吧 呵呵呵呵 那所以说啊 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学佛修行 实际是不论在家出家啦 那只是说在家啊 我们学佛也要把它导向我们怎么样 从日常生活里面善用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减少贪生吃烦恼 那有因缘我们就多发挥 那没有因缘我们就安定我们的心 修忍耐 种种这样子的调配啦 如果是出家了 当然就是要更加的 这个完全都是要投入这样的修行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用无上圣长者呢 我们就是跟这个世间法上面呢 我们也做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那我们下面呢 就是把这个部分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呢 就是他也告诉参才同志 就是有关其他的菩萨 他们的境界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依照经文呢 我们来做一个结论这样 那我们依照经文来看 我们称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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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就是无上圣长者 他就说 我为之此至一切处修菩萨行 清净法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告诉参才同志呢 他所修的这个法门的名称 就是叫做至一切处修菩萨行 那在前面的地方呢 他也介绍过了 只是这里呢 又多加了一个清净法门 就是一切佛菩萨呢 所修的都是清净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又多加这个清净来形容 然后下面呢 就是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就是他依这个法门 那所修的 那所修的 度化众生的 那么这一些的这种操作的 等于也是属于他的神通力 那这种他不是假借任何外在的 也没有他心里的这种 就是个人的贪生吃的这种成分 所以是无依无作 不是有违法的 所以他这个部分完全是 站在他自己本身 能够亲近了他自己的贪生吃的烦恼 然后发菩萨心而成就的这种利益众生的能力 所以他就用这个 一切至一切处修菩萨心亲近法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来跟善才童子在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然后他就告诉善才童子说 那么我修的是这个法门 那这个是我自己实际实践出来的 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修过的 那如果其他的还有很多的大菩萨 那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证悟 度化众生的这些法门 那这些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体会到的 就是说大菩萨他们所说的 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真正实践出来的 体悟出来的 不是只是说理而已 所以他这里他就举了 几位大菩萨的这种行门 就是有的是聚足一切自在神通 那稀能骗往一切佛刹 得蒲眼地 稀闻一切音声言说 蒲露诸法智慧自在 无有乖争 永见无比 以广常蛇出平等音 其身妙好 同诸菩萨与诸如来 究竟无恶无有差别 至深广大 普露三世 境界无际 同于虚空 而我云何能知 能说彼功德行 他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呢 就是举了这样子的大菩萨行 这样子的大菩萨呢 他们是完全自在神通 能够去一切佛刹 那这个地方就是对照呢 无上圣长者 他因为是以度化众生为主 所以他是到三千大千世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所以这个呢 就是跟他现在举例的这样的菩萨的 神通去向的地方呢 就不一样 因为他举例的这个是去一切佛刹 然后呢 能够得到菩萨地 正到一切都能够清楚的观 查看这样子的一个菩萨 那而且呢 就是眼根还有色根 耳根就是眼对色的蒲眼 然后呢 又耳根呢 能够对一切声音 所以说西闻一切音声言说 所以他是到佛刹 然后看一切佛 然后呢 耳朵呢 能够听闻各种的这种语言所说的诸法 所以他得到智慧自在 没有乖真 就是不会有自己呢 就是不圆满的见解 而去跟人家呢 有争论 是这样 这个争呢 就是有这种 自己的这种我见去辨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永见无比 以广长蛇出平等音 那这个是 就是说法等于为所有的众生说不同的法 而可以达到同样度化众生的效用 那这样子的平等音 其身妙好同诸 菩萨与诸如来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对照他的这个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地方呢 他就没有特别强调说 他要化现跟所度的众生 一样的这种生 就没有说 因以合生得度者 则现合生这样 所以他这边就是举了 他没有这样子做的一个 菩萨的例子来做对照 那这个地方 等于是我们最后呢 对无上胜长者呢 他跟善才同志所做的这个内容的最后的部分 所以他总结呢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境界 那就不是他可以告诉善才同志的 那最后呢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呢 就是说在南方有一个国土 叫做苏纳国 那这个国呢 就有一个城叫做加陵加陵 加陵加陵城 那有一位比丘尼啊 他的名字叫狮子平生 狮子平生 比丘尼 那这位比丘尼呢 可以说是我们介绍 善才同志五十四三参以来 好像是第一位的比丘尼 那之前是有这个幽伯仪 可是还没有比丘尼 有比丘 还没有比丘尼 那所以呢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要再往南方 所以在华音经的善才同志呢 他参方的方向呢 都是从他自己的这个家乡啊 就一直往南这样 那这个对照我们之前 有介绍这个波洛经 这个常提枯菩萨 他要求波洛法的时候呢 他是一直往东 所以呢 好像这个经典呢 有一些这种方向的 这样子的一种导引 也许是每一部经呢 他们的这种起源的地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吴上圣长子啊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再去南方参 狮子平生比丘尼 那么再继续呢 去请问有关善才同志呢 他已经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要怎么样子学菩萨行 怎么样子修菩萨道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介绍到 吴上圣长者的部分 那善才同志呢 他听到吴上圣长者 告诉他 要再往南参啊 他也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吴上圣长者啊 那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绕着吴上圣长者 吴树渣 然后呢 就是 瞻仰 鼎礼 然后呢 就是告退 他就 往南方去了 所以我们介绍了善才同志第23餐的吴上圣长者之后呢 我们就再继续介绍第24位 狮子平生比丘尼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善才同志的第24餐 那我们因为是借着坊间的这个节路本啊 那有关善才同志的这个故事啊 因为在历代以来呢 是在中国佛教啊 是非常流传的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法师啊 他们会写诗的啊 或者是会画画的啊 他们就依照善才同志五十三三 每一个故事啊 都画画 然后呢 也能够啊 就是提这个 诗迹来 介绍善才同志的每一个故事的要点 是这样 所以就以我们 要介绍的这位狮子平生比丘尼啊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看到呢 就有两种的画风的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故事的这种画 所以这个部分呢 都把善才同志呢 画得像一个小孩子 你看看起来都像七八岁这样 所以呢 我们通常啊 都是把善才同志呢 都是看作是小孩子 那一般呢 也就是 尤其是观世音菩萨身边的这个金童玉女 那就是把金童呢 就是当作善才同志 那因为善才同志他 我们下面几位啊 介绍的这个大菩萨里面呢 第二十七餐也就是观世在菩萨 是这样 所以是有观世在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旁边的这样子的 善才同志啊 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 好像都深入我们中国的佛教徒的这种心理啊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 然后把善才同志呢 当作我们学佛的精进的一种代表 就是要努力参学 是这样 所以说法门无量世愿学 那应该是善才同志是最精进的 他就是一直参一直参啊 那我们从之前的看下来呢 善才同志从第二十餐这边开始呢 他的功力跟境界都提高提升很多啊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介绍善才同志的这个内容呢 到这个部分呢也越来越多了 也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十四餐的狮子 平生比丘妮 那么因为不上圣长者 他教导善才同志是要再继续往南 那么要去这个这个南方的一个这个国家呢 是叫做苏纳 那有一个城叫做嘉陵 嘉陵这个城 所以善才同志呢 到了这个苏纳国 嘉陵嘉陵城 那么就来寻找这位狮子平生比丘妮 结果呢 他一这个寻找的时候呢 就是每遇到的人都告诉他 所以呢 这个经文是说有无量人闲告之啊 无量人 那就表示呢 一者是善才同志他问很多人 那很多人都是知道 那或者是他一问 然后旁边听到他问的人呢 都全部围过来告诉他 那这样呢就表示 就是这一位狮子平生比丘妮啊 非常的有名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告诉善才同志 就是这一位狮子平生比丘妮啊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圣光王之所捨施的日光源中说法 所以呢 这个是善才同志去在路上问到 因为无上圣长者啊 他只告诉善才同志要往南到哪一个国哪一个城 可是实际的那个地点 他没有告诉善才同志 当时这个国跟这个嘉陵嘉陵城啊 他有一些这种小王吧 所以呢 有一位圣光王 他布施出来的地方 是叫做日光源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苏那国嘉陵嘉陵城的日光源 那这个日光源呢 是圣光王所布施的 那他在这里呢 说法利益无量众生 所以这等于是说 狮子平生比丘妮啊 他说法度化终身呢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么是这样子在度化终身的 所以善才同志呢 他一知道了这个地方呢 他就去到这个日光源 周遍观察 周遍观察呢 是说他去了这里呢 他就看看整个日光源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 所以呢 他看到这个日光源 他先看到这个圆中的大树 因为就是日光源 那这个圆呢 基本上呢 也就是树林 是树林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圆啊 就是有很多的树为特色 所以呢 他看到了一棵树 大树是叫做满月 我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这棵树的名字 不过呢 经文就是说 这棵树呢 是叫做满月的树 这个树很大 所以他的形状像楼阁一样 而且放大光明 照一游旋 这一游旋大概是有15公里到20公里 基本上是这样 那因为有的这个制度不一样 这个游旋是一个 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那这棵树呢 他可以放光照耀到一二十公里 那这个圆又叫做日光圆 所以应该呢是更加的光亮 那在经文里面呢 实际上也介绍了很多的这种特殊的树 就是善才童子 他在这个日光圆里面呢 他先观察看到的 除了这个满月树以外 还有叫做浦腹树 就是普遍的覆盖 因为这个树的形状呢 就像一个盖子一样 像一个散盖一样 然后呢 有的树呢 就 一样很高大 那么长满了花 叫做花栅 那有的树呢 又长满了果实 叫做甘露果树 那有的树呢 那有的树呢 长满了珠宝啊 就叫做摩尼宝树 那有的树呢 树上啊 挂满了衣服啊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地方的人如果有需要啊 就可以去这个树上呢 去拿衣服来穿 所以这个树上有树 这个就像阿处佛的佛国土的树 是这样的 那还有的树呢 是叫做音乐树 这个树会奏音乐的 这个声音美妙啊 胜过天乐 是这样 那有的树呢 是会放香的 是香树 可能是就是好像我们是 沾檀树是不是 可是沾檀树好像是沉水 是 是 没有树叶的 那这个树是本身啊 它可以放香 妙香 普勋 十方 无所障碍 那 这个 日光园啊 有这么多殊胜的树 那 还有呢 这个园中啊 有很多的这种水池 那这个水池呢 都有这个七宝庄园 还有这个金沙布地 然后水呢 这个池水啊 又有八功德 就是柔软啊 清凉啊 甜美啊 就是喝了可以止咳啊 滋润啊 那这些的这种作用 那你喜欢它什么温度 它就什么温度 是这样 所以就八功德水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 有一点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 花园这样子的一种 书胜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也有各种的花 所以 这个日光园呢 在衣报上面来说呢 就已经是很书胜了 那这个是对于这个 它的这个园区的这个树木啊 花啦 然后这个 它的水池啊 这些的介绍 那主要呢 经文里面啊 介绍这个日光园呢 满地都是珠宝 就好像是大海的宝舟之上一样 就是整个的这种地 都是充满的宝石 那充满的宝石这个部分呢 也像这个佛国土一样 那尤其像这个弥勒佛要下生的时候 当时的世界也是 地上都充满的宝石啊 那佳灵陀衣已布其地 佳灵陀衣铺在地上 就等于是说 一种非常柔软的这种棉布啦 佳灵陀衣 是一种在印度说起来是很好的布 就是非常的这种柔软的布呢 就是都铺在地上 那让人家呢 就是触到了这个布呢 就会感受到欢喜快乐 是这样 那如果脚呢 道则莫足 举则还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这个布啊 它有知觉的 佳灵陀衣啊 佳灵陀衣铺在这个地上 那如果我们的脚 就是触到了这个布呢 这个布啊 本身就柔软下陷 那如果我们脚一抬起来呢 那这个布又回复 是这样啊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就是这个无记忆的那个什么 那种枕头啊 或是坐垫啊 有没有 我们一踏上去 它就柔软了 随着我们的重量 随着我们的这个知识 它就下陷 我们一提起来呢 它就恢复了 没有记忆 就是说 如果有记忆的话 是我们一踏踏 它永远就 就躺下去了 就恢复不起来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是 智慧型的 智慧型的 它会恢复过来 不会死死的 被我们一压 它就扁了这样 所以呢 这整个的这个衣抱 是非常的敏感 非常维系的 有感觉的 而且呢 是随我们的意 随我们的意啊 因为我们要踏 它就陷下去 那不然的话 我们走在这个 马路上啊 这马路都不会说 我们走上去 还是下陷啊 不会啊 硬硬的 还是没有反应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的衣抱也有意识性 是这样 那无量诸鸟出荷雅音 这边有很多的鸟 那都是能够发出很悦耳的声音 还有宝沾潭临上庙庄严 那就是沾潭树啊 非常的庄严 那种种的庙花 长雨无尽 那这些花呢 它是等于是说 是随时呢 好像都是在这个空中啦 所以长雨 这个雨呢 是说这个花下下来 这个雨是动词啦 下这个庙花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这个日光源 所以整个的这个日光源啊 就譬如呢 第四天啊 就是三十三天 玉界的三十三天 就是玉界的天主 他 杂花之源 这个杂花啊 在我们中国的经文里面啊 会用这个杂啊 并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好像杂乱无章的这个杂 它是叫做各种各样的意思 各种各样 像我们欧函经里面也有一部叫做杂欧函经啊 杂的意思并不是说混杂的这样 他的主要的就是说不同的类别 不同的类别是这样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前面这个地方呢 先介绍这个整个狮子 瓶身比丘尼所住的这个地方 日光源的这种殊胜 哪有呢 就是无比香王普勋一切 就是整个空气里面啊 有这个无比香王 那这个香呢 他就是充满了整个这个空气 犹如帝氏善法之堂 所以呢 都是用这个天的这种美妙的境界来对照 所以这个也是用帝氏天 他这个天主啊 他的地方呢 善法之堂 就是随时都散放的香味啊 然后珠音乐树 宝多罗树 众宝灵网出妙音声 所以这个又是又不同的这种音啊 就是树上的这个宝灵声所发出来的这个妙声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好像是智在天 善口天女 所出的歌声 这个智在天 善口天女呢 也是欲戒的 那欲戒的这个 这个我们有一位这个炎魔 炎魔王 那这个炎魔王不是炎罗王 是炎魔王 是玉叶天的 不是地狱的炎魔王 那么他有这个眷属 那么是七母 所以是七位母亲的这个七母 那么其中一位呢 就是善口天女 那么他的身体呢 是白色的 雪白色的 那么他大概是 非常的微妙的这个歌声 所以用来辟喻的呢 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些被比喻的呢 都是最微妙的 所以以獅子平神比丘妮呢 他所在的地方 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地方 那他的这个衣报的这种呈现的 都已经像是天了 那这个在人的对比上面呢 就已经算是 就是比较微妙的境界了 然后呢 在这个日光园呢 还有无量色百千楼阁 所以这个是 就是善才童子所观察到的 就是除了树木树林 花还有香 音乐 美妙的音乐以外啊 还有无数的楼阁 也是重宝庄严 就是都是宝石啊 来修饰的 那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部分呢 就用刀立天 刀立天公 刀立天公 来比喻 这个善建大臣 那宝盖狭张如虚米风 就是这个园林呢 有很多的树木嘛 所以呢 这些的树木 像宝盖一样 那就好像是一个虚米风 这样子高大 因为虚米风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印度的这种世界观呢 就是以虚米山呢 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 那是最高的山 所以 来比喻 光明普照如梵王公 那这个日光源的光明 这是后面整体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善才童子 他就是 他自己本身先做自己的观察 所以他这里呢 是还没有看到狮子平生比丘尼 所以我们就 这个部分 先介绍 善才童子 他 以他所观察到的 狮子平生比丘尼 所住的这个日光源的 这样的一个 环境的这种介绍 是透过他的眼睛 看到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 让我们知道说 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是能够说法度无量众生以外 他所住的地方的这样的种种殊胜的这种环境 所以 我们 这个单元 先介绍这个部分 那下面呢 有关这个日光源还有更殊胜的境界 然后呢 就是真正的狮子比丘尼跟善才童子的对话的内容 那我们就留着下一个单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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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把 这个单元所说的 跟我们所文法的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山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感谢叶 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蒙法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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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种定会利专严吧 不仅仅于一层中层数差 在一个很小的器皿当中 一个尘埃的这么大的空间里 可以把十方的岔土包容在里面 也可以在一秒当中把十万年 十万亿年一大节 恒河沙节包在那一刹那当中 普贤横怨品 传奇法师正在开讲 普利一切忠实近代之虚空世界 忠实一切反大尽书 是一切无尽事 我愿究竟很无尽 十方所有无边差 庄严重宝 共如来 这个时候又用比喻了 就像常文里在这一段 十方所有无边差 庄严重宝 共如来 罪圣安乐是天人 经一切差微尘节 做这样子的有向的福报 供养佛 供养众生 安乐是与众生 所有的最好的 从物质上的财宝 到精神上的安乐 上供下施 经一切差微尘节的时间 这么做 若人与此圣愿亡 一斤鱼而能生性 求圣菩提心可养 获胜功德过于比 十方世界 诸庄严俱 上供如来 安乐是一切人天 无量节的这样子的 上供下施 不如一个人听到十大愿望 一念信节之心 随学之心 整个十万计的华言 最后归结到一个 三才童子来做典范 他就是很小 说他要多少年才能成佛吗 不一定的 就很小的小孩子去做好的 他也可以马上成佛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所 正得的广大无边 从阴到国圆满成佛的这些 占莫能穷的境界 然后就用一位善才童子 以五十三餐 很快就能够圆满 然后由五十三餐 百成言语 所总结的一个 到普贤菩萨 就以十大愿望 就能够容设 怎么样究竟能够 能够行十大愿呢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要行十大愿望为质量 那什么事情是 我们人生最大的障碍 不能够行十大愿望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呢 下面你看 极常远离恶之事 永离一切诸恶道 这句话其实又归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读这个经 忘掉这句话 前面之后善才童子 都是掺学善知识 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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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世界上老师说 善知识多还恶知识多 如果你老师天天在恶知识门想 请问你还能有机会 倾尽善知识吗 不要说没有机会倾尽善知识 你想得善道的机会都没有 你在恶知识跟他在一起 后来你就在恶道里 极常 这个极常 你要小心谨慎 要时时地远离恶知识 这样才永离一切诸恶道 你才有出头之日 否则你暗无天日 你被魔掌罩子 因为我们的贪心 是不是我们的恶知识 我们的嗔 痴 是不是恶知识 我们里面的恶知识 都给他清理掉了 那外在的就好说了 最主要我们自己内在的 我们的烦恼障 所知障 种种账都是我们的恶知识 然后外在也有 外在邪魔外道多的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很重要 但有的人就是被恶知识所设 跳不出来 为什么现在净土法门流行 因为简单 你就持个戒好了 戒它也有规矩的 我们受戒要多久 你要学戒 学戒要五年 戒向 开车吃饭都了达 你才学戒算毕业了 如果没有了达 那还得学 不是说五年就结束了 都得那个 你有个戒好了 它就有标准了 你学戒圆满了 你就可以做善知识了吗 那早呢 那你要开了智慧 要大开元节 才能开做善知识 这都有标准的 这远离这些东西 我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有标准吗 没有标准 对善知识来知道的 你这阿弥陀佛 你念是真的念 还是假的念 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普通人